今天的戲跟成立了 相連歌仔戲也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是 賠了不少錢吧 問他 賠了20年 可是做了很多好戲 好戲好戲 就是因為有好戲 有留很多好的作品 所以今年100年才有機會再出來 因為過去的紀錄輝煌 然後大家也認定 所以他這一次才有機會 像他比較幸運 他國家紀錄演就去演了好幾場 好幾場 對 我記得 每一次都是一票難求 而且每個戲你們都是 其實你知道嗎 在國家紀錄演 其實就是不能演很多場 但是你曉得所有的人花時間排 有時候南部坐車來 坐車來看 每一檔戲大概只有五天的演出 這個五天根本沒有辦法 你的成本收回來 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後來國家紀錄演他就放棄了 因為實在是虧不下去了 所以他其實人生也很難講 2002年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決定把這個歌仔戲結束了 我休息了 那你就去上班了是不是 休息 他做他的業務 他去做他 再回去做業務 對 心情有沒有很誤足 不會啊 不會嗎 至少我有留一點好的東西起來 很多耶 我覺得你這樣子就好 然後呢 這個姐姐呢 也好 人生在這個兩... 如果不是歌仔戲結束 我想你大概也嫁不出去 我是先認識吳承文院士 之後我們兩個決定 因為他也常常到國外去 因為那時候他可以說完全 是因為他你才結束喔 對啊 是因為他鼓勵我 吳先生 對...他認為 你把這個劇團給結束 剛好也是時間啦 時間 因為電視的歌仔戲本來都有在演 後來電視不負成本啦 我覺得是 不負成本 我應該講這個吳院士 他們叫院士 我都叫吳院士 院士呢 當然也心疼相連 覺得他很辛苦 而且呢 也沒有辦法跟著他一起出國啊 幹嘛 對不對 主要他認為那時候 我做的那個品質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了 然後 他認為說 因為你的預算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他認為說歌仔戲這種東西 藝術這種東西是要靠錢 花錢去把它包裝出來的 你既然沒有辦法突破以前的成績 你做不出比以前更好的成績 那倒不如你就給大家留一個好印象 倒不如你現在就先退下來休息 以後再看看 你覺得他是根本就是要娶他嘛 所以才這樣講嘛 你不退下來 怎麼嫁給我咧 那時候是沒有這個條件啦 喜歡對不對 如果說他真的歡迎 我就是要來看你戲就好了 還是有點難度有點私心啦 對不起 好 沒有啦 他的意思是說他常常出國啦 因為他也常不在國內 是不是 如果我還忙著演戲的話 就沒辦法 就沒有辦法啦 所以這也是一種緣分對不對 他是因為媽媽很喜歡看你的戲 他太太 太太跟媽媽都很喜歡看人 對 他太太過世的前兩年呢 完全是在家裡休養的期間呢 都在看你的戲 大概有時間沒辦公沒辦事的時候 就是看電視 看什麼電視就看歌仔戲 陳毅絕博士那時候他們 吳承文就問他 你怎麼看有歌詞 他說不會啊 你來看黃湘蓮這個歌詞真好看 這是他教他看我的 所以他就要暗示他喔 不知道 然後 那個是個小聲耶 不知道 那時候只是說他很喜歡看我的 很難講就是一個緣分喔 緣分啦 緣分啦 而且他媽媽好像也很喜歡 媽媽是從他年輕 從我以前在中視 台視 他媽媽就一路看過來 從楊麗花那個年代就一路看過來 一路看過來 媽媽年紀很大了 對 阿嬤那時候就90幾歲了 90幾歲了 他就說 我最喜歡看你做那個美菜的藝啊 安東哥啊囉 一個是有主意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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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都很喜歡看我飛走 活潑波的那樣表演 在我印象中啊 你要知道她是一個很活潑可愛 因為那個時候我看她都是 算附身嘛 那個時候 她演的都是比較俏皮啊 所以我記得 我記得鄉年都是那種 很有勁喔 在那裡這樣 她後來演八點檔那個 捷帶雙交也很好玩啊 就是會摔成這樣子 摔成 對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香港導演 她很狠啦 一個動作自己來 不能找她一替身 就自己做 叫我彈跳 騰翁 然後雙腳劈牽 劈牙往地上一做就斷了 所以啦 我又... 我是覺得有些導演 對不起喔 我是覺得像在國外喔 這個像成龍啊 他想自己來 他們都不讓他來 因為你啪啪一下 我這個戲就演不下去了啊 對啊 對啊 不像我這樣停半年不能跳 他製作人他就停半年啊 臉到一半就咔嚓 但是如果他製作人 他不會讓我跳的啦 可是那個時候導演 那種導演他們就是要實力嘛 他管你 你不行啊 你沒實力他就笑你啊 我這個人又不能讓人家笑 你知道有一年 演國家紀念排練 前面我排了 好比說我們排練是30場 他要求要到50場 我跟他講不行 我說這樣太累 然後還有 演出第一天喔 他把我累倒了 你說後面事情怎麼辦 所以我說有時候在做事情 不是說那個過程 其實結過程 是要想得多 弟弟就說姊姊啊 我想得比你遠 考慮多啦 你就是很 我們排練已經差不多 結了說這樣就可以 就OK 還要再要求完耶 加到每個演員這樣累的 他還是要加 結果演出的時候他累倒 其實唯一的辦法就是 他有辦法就是先把他累倒對不對 問題是後面怎麼辦呢 還有四天的演出耶 他是製作人 他比較擔心這個啦 不過這一次呢 很特殊喔 是 很特殊喔 很特殊 我們是跟交響樂 交響樂 國願團 而且呢 這次也是有小咪跟你一起演 小咪啦 慈惠君啦 張夢玉啦 還有呂雪鳳啦 都是這些大開 這些大開 然後我們這次不是純粹的 傳統的歌仔戲 是 歌舞歌仔戲 歌舞歌仔戲 就有點像 就是在國外的百老會的 音樂劇的意思 音樂劇 小燕姐 你講對了 但是還是不失台灣歌仔戲的傳統 歌仔戲的傳統 對 不能失 那個不能失 他重新編曲 然後樂隊呢 整個是大的 我們大概有70多個樂隊 全部都坐在台上 都坐在台上 再加十幾個文武場 在台上 文武場 觀眾在前面就看到 後面是滿滿的那個樂隊 樂隊老師 我們表演區在這一塊 樂隊全部在這一塊 七八十個人 一個樂師大概要拉 七十多張的鋪 滷得手落到 而且是新的對不對 全新 因為歌仔戲沒有這樣製作過 是第一次 因為百年嘛 黃武國說要做就要做 最好的